让草稠的身体不缺席 直到我们看见不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赞美祂 愿神在我们的赞美证中列天而降 降下祂的荣耀 降下祂的同在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赞美 将天敞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祢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万国赞叹祢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意清白 万国耶稣基督圣节高养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祿祢已在拥出荣耀与你ед续 祿祷 祿祿 你的痛再加下来 将天敞坏你的荣耀加下来 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和你清白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扬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再永恒你清白 Alleluia Alleluia 学到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进百步平行 你 我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荷义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神界高养 荣耀会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荷义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神界高养 荣耀会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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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神 我们将掌声荣耀都会给你 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神 主要天上地下 都要合意的来敬拜你 这位荣耀的君王 谢谢主 谢谢主祢的恩典 祢的赐福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我们可以呼求祢名的时候 我们就得救 当我们呼求祢名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祢的帮助 谢谢神愿祢与我们同在 在今天大大的赐福于我们 谢谢神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用这位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祂的面前 向祂祷告 祷告可以支持宇宙间最大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垂听你的祷告 今天清晨上帝要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就是加兰美帝属灵的意义 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进到加兰美帝 非常特别 亚伯拉罕一到加兰美帝 他就足坛献祭 他一到加兰美帝 就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特别 然而有一次 圣经里面就突然的记载 亚伯拉罕他喊 他渐渐挪移他的帐篷 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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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加兰美帝的南边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加兰美帝的南边 其实是非常靠近埃及的 所以他就慢慢的往南迁移 结果正好 加兰美帝竟然遇到了饥荒 弟兄姐妹 加兰美帝也会遇到饥荒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爱主 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饥荒 可能有一些困难 可能有一些打击 可能有一些伤害发生 这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说 上帝我就到埃及好了 我只是暂时离开加兰美帝 我到埃及那里只是暂去 我暂时去埃及 上帝我跟你请假一下 我暂时离开加兰美帝 到埃及去 透过圣经的记载 我们得知 当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之后 灾祸接连的发生 他属灵生命降到谷底 亚伯拉罕说谎 亚伯拉罕进到很多的 纷纷牢牢里面 可是感谢赞美上帝 亚伯拉罕再一次 从埃及回到了加兰美帝 很特别的是 亚伯拉罕只要一回到加兰美帝 他就足弹献祭 恢复跟上帝亲密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清真要来看 《创世纪》26章1到3节 那一段圣经记载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加兰美帝曾有一次饥荒 我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 就跑到埃及去 离开了加兰美帝 这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 他的儿子是以撒 到了以撒年间 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世界 他的儿子以撒在加兰美帝 没想到加兰美帝 所以又遇到一次饥荒 那么以撒要做个决定 他要学他父亲 就到埃及去占居 还是要留在那个 充满饥荒的加兰美帝 加兰美帝是上帝应许之地 这时候圣经在 上帝就向以撒显现 上帝跟以撒说 你不要到埃及 虽然加兰美帝有饥荒 但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非常特别的是 在加兰美帝一片饥荒里面 以撒选择顺服上帝 他真的就留在加兰美帝 圣经后来记载说 那一年以撒有百倍的收成 阿们 就算在饥荒当中 但是他顺从上帝的话 他留在加兰美帝 没有到埃及去 上帝让他那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 亲爱的兄姐妹 加兰美帝预表了 上帝要你委身的地方 上帝要我们委身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你不要离开上帝给你的加兰美帝 你以为我离开了会更好 不 你委身你的婚姻家庭 你的婚姻会越来越幸福 你的家庭会蒙受上帝极大的祝福 你要委身在你的工作职场里 你不要下到埃及去 就算遇到饥荒 委身 持守 上帝要让你在职场上得胜 且得胜有余 你要委身在你的教会里 不要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伤害打击误会 你就下到埃及去 亲爱的兄姐妹 留在上帝要你委身属灵的家 你将经历上帝让你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当我们留在属灵的加兰美帝 就是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地方 你在那个地方 亲爱的兄姐妹 你一定会有百倍的收成 在各生活层面里 你都将经历上帝极大的祝福 你知道智慧这一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Shamma 而一个人之所以有智慧 其实Shamma这个字 它原文的意思是 一颗听到上帝声音的心 原来智慧的意思 是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 而特别的是 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听 它不只是聆听的意思 还有听从的意思 也就是如果以撒 在这个千军一法的时刻 在他做决定的那一撒那 他虽然听到上帝的声音 但是他没有顺从的话 他经历不到百倍的收成 他从到他父亲的父侧 他到埃及去 他的人生将受到极大的亏损 但是他不只听到上帝的声音 他听从了上帝的话 他留在上帝应许给他的加兰美帝 感谢上帝那一年 他就有百倍的收成 亲爱的兄姐妹 奉主的名祝福你 留在上帝应许给你的加兰美帝 不论是你的婚姻家庭 不论是你的工作职场 不论是你的服侍你的教会 留在上帝应许你的加兰美帝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将看到你的生命当中 有百倍的收成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你 委身在自己的家里 让你的婚姻家庭 得蒙上帝的祝福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是选择要来面对 选择要来仰望你 求祢的帮助 因为相信祢有美好的计划 在我们的生命中 求祢继续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会议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建国我们的心 让我们施受 祝福你的所利的约 谢谢神我们赞美祢 主啊 求祢赐福给孩子的家 可以永远长存在祢的面前 主啊 因为家庭是祢所设立的 祢的应许永远不改变 我们要真实的活在祢的盼望祢 一切的拦阻跟压力 都要成为化妆的祝福 主要求祢帮助孩子委身 在家庭祷告的祭坛里面 愿祢的爱就要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愿祢的医者大能要临到 我们也为家族每一个人来祷告 我们必定要看到 主祢的应许的福分在我们当中 愿祢的名被高举 愿祢得着最大的荣耀 我们要将所有荣耀都归给祢 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来祷告 求主帮助你 尾身在自己的工作职场中 让你工作的地方 因为你在那个里面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使你的工作职场 可以得着上帝的祝福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阿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在一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的职业 需要床的职场中 主要是职场中 另外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上 希望他能力 在那里面 不得着在工作上 可以靠在职场中 任何人的工作职场 祥祢的职场中 在我们的工作上 就要在主要的工作职场中 而在我们的工作上 祷告了祂上面 祂的思虚 祂的思虚 祂的同代 祂的工作的地方 谢谢神 祂的恩典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的恩典 让我们有工作的机会 感谢祢的恩典 让我们有得获财的力量 谢谢主祢的救赎 让我们成为祢宝贵的儿女 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主啊 为着我们所工作的职场 我们要来祷告 主啊 祢俩我们在这边 我们相信必定有你美好的计划 你要使我们成为这地的祝福 因此主啊帮助我们 能够付上祷告的代价 天天为着我们所在工作的地方的 这个职场 同事 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老板来祷告 也能够在公司里面 能够主起祷告的祭坛 天天的来呼求 神的同在要领到我们所工作的地方 主啊我们知道 若有你同在的地方 那里就有丰盛 有自由 有平安 主啊愿主啊 真的你的同在 就常常跟着我们 主啊无论我们到哪里 那地就有你的同在 那地就有你的平安 就有你的赐福 因为你使我们成为一个 祝福的管道 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职场上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啊虽然在职场上 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会跟同事有增进有比较 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让我们能够常常存温柔的心 主啊使神的祝福 恩典能够领到我们所工作的地方 让我们就成为 主啊你的代价 在工作的地方 我们温柔的样式 我们与人和睦的样式 就让人吸引人来归向你 谢谢神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来祷告 求主帮助你 为生在你所属的教会中 生根建造 成为主的精兵 在教会中尽功用 爱主 服侍主 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服侍 我们来祷告 我们开口来祷告 全任的上帝 就是 打扮的取出 神在教鬼祈祷 教ship祈祷 教め主教 они 教會 唯下 Friend 教教父 教别人家从二 神在耶 Kü explain 教会 教圣 教士 教职 教堂 教认 教会 教旨 教寺 教� Sams 教会 教教 教会 教父 教omes 教宵 教宵 教祭 教教 教 教 Dus 教 教肃 一身处一样 谢谢神 主的心 能够服侍祢 主啊 我们可能会因为服侍当中 有一些误会 但是神啊 祢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祢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了服侍祢 我们这些的误会 就可以化解而开 主啊 主啊 让我们委身 让我们顺服 在这个教会的权柄之下 我们就会有百倍的收成 主啊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这个神国当中有份 让我们使这个国 这个神的国 能够兴旺起来 主啊 我们要更多的委身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兄姐妹 有的时候 委身 在上帝的计划里 不都是快乐的 有的时候 是真的不容易的 但只要你继续委身 你会看到百倍的收成 我们都知道 从2020年开始 新冠疫情 充斥了全球 但是很感谢上帝的是 上个月 我到多人多 我们的教会那里去 关心他们 你知道吗 在两年多前 他们的存款剩 六万多块加币 我们看到一起 没有办法实体聚会 奉献 继续下降 我们算了一下 两年半以后 这个教会的财务 就会归零 但是感谢主 上个月 我到多人多 我们的家庭教会去 我发现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那里的同工们 他们继续委身在 上帝 要他们维身的事工里面 即使不容易的状况下 他们仍然持守 我一看到他们的财物 亲爱的兄弟妹 不但没有减少 我一看我吓一跳 在这两年多 疫情这么严重的环境下 我们教会的财务 竟然从六万多 增长到二十四万多 哈利路亚 看到上帝百倍的祝福 因为留在神应许的 加拉美帝 兄弟妹 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吧 留在上帝为你预备的 加拉美帝 你会经历百倍的收成 奉主的名祝福你 阿们 阿们 天上帝下 和你敬拜 万无耶稣基督圣节表扬 荣耀归入你 天上帝下 再永恒你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上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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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敬拜 万无耶稣基督圣节荣耀 荣耀归入你 天上帝下 天上帝下 再永恒你敬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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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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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敬拜 万无耶稣基督圣节荣耀 万无耶稣基督圣节荣耀归入你 天上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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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 你说